小家伙 你这名字还有点绕口啊 咱们再来念一件事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是一个新人啊 就是刚来到这个B站 看了一下B站上面每个视频啊 点赞比率都不高 所以我来教一下 在你正在看的这个视频下方 视频下方有一个大拇指 这个大拇指你一按 我也是刚来的B站 我才知道的好吧 我刚给我喜欢的RM主点了三年 哇 那个感觉太满足了 那B站所以说我自己的要求也要降低 点赞过一个咱们就继续更新 皮身秀 这让我怎么说呢 我觉得您的父母很会 挺好一名字啊 陛下 王八之旗都快溢出来了 现在谁还敢称自己是陛下 不过咱们说正经的 这个名字如果人家就平时叫我 陛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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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这个感觉一下子就非常的 一下就感觉自己不是一般人了 下一个是这个别闹 男 有姓别这个这个姓的吗 有这个姓吗 看的朋友们 有没有这个文学水平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这是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有没有别这个姓 我相信这个人 他本人肯定是个很文静的男生 文弱书生 夺命书生的那种 很难的了 很难的了 好 整挺好 整挺好 可怎么下一个 小家伙 你这名字还有点绕口啊 咱们再来念一遍啊 这是汉族的吗 这是汉族的吗 家里人 他的爸爸 爸爸在摔倒的时候啊 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吧 和这个照片 咱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了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呀 这个叫蓝精灵 就相当于 他像一个调皮可爱的精灵 在守护着大家一样 哎呦我的妈呀 累目了家人们 累目了 我真有点感动 这是个 第一个是个唐诗女汉 这不会是你白的女儿吧 如果这个女生特别讨厌唐诗 而且她唐诗也背的特别的不好 哇 那这个名字 然后她的名字叫唐诗 诗诗女 哎呦 刻上了兄弟们 刻上了 我觉得这两对这个CP 我完全可以刻得下去 两个合起来就是唐诗诗诗 这概括了中华上下五千年 这么大一个 我要刻他们两个的CP 原方 我相信他的同学们 他的周围的朋友们 肯定每天都这样 原方 你怎么看 今日当卖医生 超小马 是我第一想到的是 超小马宝丽 小马宝丽 我的我的 好吧 我 歪歪 下一个名字是孙悟空 咱们今天这一期怎么都是这么有王霸之气的名字 这个名字够王霸了吧 孙悟空就出来了 挨挨老孙去野 太离谱了 后面会不会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叫猪八戒 叫唐僧的这些名字 我有点期待 就你们 说一还有一点点羡慕拥有这个名字的人 虽然听起来很戏剧性 但是别人叫你名字的 之下 他和他的朋友们交流的时候 他的朋友们是不是喊他外号叫大圣 喜剧大师 这个是读捐吗 文化沙漠 应该是读捐 你再骂一下 试试